香港人出名精打細算 哪裏有便宜賣都一清二楚 現在是2021年11月初 隨著聖誕節和感恩節的臨近 很多人都開始著手準備 去買禮物給朋友和家人 各位好我是白麗圖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 英國的消費者權益 尤其是退款 感恩節Black Friday 其實是美國的一個節日 英國一直都沒有慶祝 直到2015、2016年左右 由於Amazon的關係 就開始有Black Friday的促銷 在美國的感恩節促銷 是一塌糊塗的 大家看看這段影片 沒錯 在美國是打仗一樣 但在英國就斯文很多 感恩節是每年11月最後一個星期四 之後的星期五就是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英國這幾年也做很多促銷活動 聖誕節前後也有很多減價促銷活動 如果大家想買禮物給朋友 或者買給自己家用的話 都建議大家等一等 讓我減價才去買 英國有個很流行的說法 是每個人都有28日法律賦予的權利 如果你在實體店買東西的話 可以在這段期間內 即使你change your mind 改變主意 都是可以無條件 拿回貨品 去到實體店拿回全部退款 這個其實說法有少少誤道 英國的法律規定 28日退款期 只是限於這件貨品有損壞 或者不工作 才可以賦予你 拿回全部退款的權利 但在英國 一般來說所有店舖 都是offer你的客人 14到28日內 無條件去退款的 除了一些譬如貼身衣物 內衣褲 或者泳衣 或者食物 或者花朵 這些消耗品之外 其他大部分的物品 大家 店家 根據他們的goodwill 來到去offer大家 14到28日內 去退款的 你付錢的時候 他通常會告訴你 這件事是不可以退款 或者 只可以拿回store credit 一般來說 如果是促銷的物品的話 他們通常都是不會退款 而只會選擇 給回store credit大家 和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樣 在英國上網購物受到的保障 比在實體店更加之多 英國的法律規定 你上網購物 不論從什麼公司 只要你在英國境內 收到14日無條件退款的保障 即是說大家在收到貨物之後 14日內 你是可以因為你改變主意 而將貨物 退還給賣家 而得到全部退款 至於在香港經常聽到 一些人說做健身被人壓錢 這件事 在英國是不需要太擔心 英國如果大家是買服務 比如保險 比如簽電話 簽 broadband 或者去健身室的話 是有14日的cooling off period 這14日內 大家是可以退款 當然如果大家是買保險 你對13日的時候想退款的話 保險公司會扣回這13日的保費 以及一小部分的手續費 而將餘額全部退回給大家 同樣的情況是apply在健身室 或者在電話上面 所以在英國買東西 大家記住 記住 記住那張單 上網的話 記住那份email 聽了這麼多 大家其實都知道 作為購物天堂的香港 在這一方面 其實是及不上歐洲比較民主的國家 其實資本主義就是 promote這個過度消費 去encourage大家作為無謂的消費 在買東西上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性格 是不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到底是你想要 還是需要些什麼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 存錢讀大學的話 是不會因為某些東西減價 而花幾百磅幾千磅去買 如果大家想存錢買屋 也不是因為車便宜了兩千磅 而花八千磅去買車 而令你買屋的計劃 要押後 認清自己想要什麼 以及需要些什麼 其實對你的人生有莫大的幫助 希望幫到大家 我是帕奈圖 有問題的話 評論區告訴我 或者Facebook DM我也可以 我們下期再見